关于进华城案 台北市前副市长彭震生 目前是被积压禁建的 那么北院给出来的积压的理 同意的理由呢 是因为里面提到了一句 除了彭震生之外呢 他的都发局的执行秘书 绍姓女子呢 是因为显可疑 有畏罪逃亡中 所以才会裁定这个积压 但是呢上午的时候 北市府也澄清了 这个绍姓的秘书呢 其实早就已经有按照规定请假 而且现在人也在台湾 就驳斥了北院这个逃亡的说法 对此呢 台北市长蒋旺安 下午也有行程 也被问到这个话题 现在听一下他怎么说 那怎么看北院说啊 这个险 北院用险可疑畏罪 潜逃这几个字来形容同仁 不会觉得这几个字 容易导致社会大众有误解 我想就 希望 检方能够尽快的 厘清事实 我们绝对是 全力的配合检方的侦办 其实据了解呢 北检其实有透过管道 在8月20几号的时候 有向相关单位 来了解一下这个绍姓直密 人去哪里了 那时候得到的答案 就是他已经出国 不在国内 而且什么时候回来 大概都已经知道了 所以呢 为什么会有这个 疑似可能逃亡的原因呢 外界也非常好奇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感谢观看